日本动物园独居母园竟意外产仔 园方迷惑到底是谁干的好事 此前 日本一家动物园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 园里一只常年独居的母园突然生下了宝宝 一般来说 动物产仔并不稀奇 但神奇的是 这只母园已经过了好几年的独居生活 那么它的宝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饲养员为何直到它产仔才发现 据了解 当时母园的名字叫莫莫 她已经独自生活了五六年之久 正常情况下 长笔园的孕期一般是七个月 不过据饲养员介绍 由于莫莫一直处于独居的状态 再加上她在怀孕期间 肚子并没有明显变大 所以饲养员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 当然 动物园的园长知道这个消息后 也感到非常的惊讶和困惑 虽然莫莫的笼子周围 确实住着一些雄性长笔园 但他们也都被关在笼子里 按理说 它是不可能和其他笼子里的 雄性长笔园发生交配行为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认为可能是孤雌生殖 所谓的孤雌生殖也就是单性生殖 它就是雌性在不需要雄性配合的情况下 可以单独完成生育的过程 换句话说 就是雌性的卵子 可以在不经过受精的情况下 自己发育出一个完整的个体 从而达到繁衍后代的目的 不过一般出现孤雌生殖的都是单细胞生物 而越复杂的生物 出现孤雌生殖的可能性就越低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一些鸟类 鲨鱼类 以及爬行类动物 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例如 之前美国加州的一处保护区内 一只母秃鹰 在独自生活了两年后 产生了两只幼年秃鹫 而科学家经过检测发现 这两只幼鹫身上并没有父亲的DNA 就只有秃鹫妈妈的DNA 无独有偶 在意大利萨丁岛的一个水族馆中 两头雌性灰心鲨同居了十年 但在第十年的时候 其中一头母鲨突然淡下了一条鲨鱼宝宝 它就属于孤雌生殖 科学家表示 这些动物之所以会出现孤雌生殖 其实就是在自救 那么日本动物园里独居的母园 有可能是孤雌生殖现象吗 其实在自然的条件下 哺乳动物基本不会出现孤雌生殖的现象 也就是说默默不可能是孤雌生殖 于是原方就把视线放在了龙舍上 毕竟独居的默默既然能怀孕产宰 那它肯定发生过交配行为 而它龙舍附近的雄性长臂园都有嫌疑 不过龙舍的铁网都是一个个小小的网格 它的边长仅为一厘米 而且还是双层的 这两层铁网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 所以正常情况下 雄性长臂园根本无法越过铁网 跟默默完成交配行为 不过园长经过观察发现了另一种可能 由于龙舍的铁板使用的时间过长 它有一些生锈破洞了 所以园长猜测 他们有没有可能是通过铁板上的破洞完成结合的呢 后来工作人员重新进行勘察发现 铁板上的破洞确实要比铁网的网格要大 而且生锈的洞口也更容易腐蚀 再加上长臂园的破坏 这个洞口就会变得更大 因此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认为 附近的雄性长臂园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些破洞跟默默结合的 随后工作人员便修复了这些破洞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那么大家认为这个解释合理吗